蓬佩奥在高雄发表演说之后 就来到台南与市长等地方人事参讯 而市府特地选了归人一家的庄园 请他品尝道地的台菜 而菜单上面除了有牛排羊排之外 还有挂包炒米粉以及佛跳墙 要让贵宾们有不同的体验 打开了面质的外皮 加入了猪肉和酸菜 再加上花生粉和一点点白糖 这就是台湾传统小吃挂包 除了这台式的汉堡之外 还有这道厚实的金钱虾饼 美国前国务卿庞佩奥 这次到台湾参访 在高雄的行程之后 27号会到台南 和市长黄伟哲 前外交部长陈唐山 以及企业界人士参讯 选的地点就在归人的这间庄园 而厨师阿勇师把传统的板斗 走向精致化 因为来宾特的来宾 他要说海鲜 比较少许多食用 都比较少许多吃 都要吃肉类的 肉类的你看什么肉 你说就有肉 没有肉 这种以生的所选 由于贵宾喜欢肉类的食材 碎骨烟的菜单 有牛羊排金钱饼佛跳墙 挂包炒米粉 杏仁雪蛤等等 要让蓬佩奥品尝道地的菜菜 东森新闻航中群在台南报道